前招后招是一个上下相随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容易什么 手和身法脱节 导致一个什么 肩容易紧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在刚开始演练的过程当中 先把手上的动作行驶完 然后通过身法去把手带到一定的位置 这样可以比较好的保持住我们的身体的中症 而且在练的过程当中不容易乱 因为在前招后招的整个过程当中 如果手比身法快 会有一定的不是很协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 我们先看一下前招后招 然后我们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 好 勾手落 好 我们行与手 右手穿掌 左手落下 好 白脚转身 手没有动作 全部都是通过身法的鞋带 白脚上步 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我们的动作的框架和结构 那么再行与手 左手起 右手落 白脚转身上步 通过身法 把自己的手上的动作带过来 可以巩固住我们的位置 好 我们再看一遍 勾手落 好 右手穿掌 左手落 白脚上步 好 右手落 左手起 白脚转身 手退 好 左手落 右手起 右手落 左手起 手上的动作不要影响肩 在这些动作里面 如果用肩带 我们可以从后面看 如果是肩带 就比较 什么 会把身体带斜 所以我们做什么 行与手就可以 如果要有转动的话 也是通过腰胯旋转 千万不要用肩去带自己的身法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如果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看 手也动 脚也动 扔一走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从 背面看一下 好 手也动 脚也动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手比身法要快 动作会过 在做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定的不协调性 所以练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主刺 有了腰胯的力 手随上 达到一个动静结合 好 勾手落 右手起 左手落 白脚转身 好 左手起 右手落 白脚转身 前招 后招 好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动作 就是左手落 右手起 这是前招 还有一下 右手落 左手起 后招 也可以称之为前招 前招 后招 还有一个框架 大框架 就是前面的动作 前招 白脚上步 后招 白脚上步 也可以把这儿理解成 一个前招 一个后招 都可以 所以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切记的这种动作的 什么配合 动静 动静配合 如果手快 我们再看一下这面 好 如果我们控制住 白脚转身 动作的框架会比较清晰 也比较大 是吧 我们再走就很协调 如果手脚并用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白脚转身 很容易下面的手 有一个上调 因为什么 我们会保持身体的平衡 会有一个自然的力量 所以把这种平衡感打破 那么再做的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 少一点东西 也就是有这种 不协调的感觉 所以练前招后招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先看一下 它单边 让人感觉有点不对称 是吧 我们先揪一下 它的动作 松肩最轴 手在下压的过程当中 肩就会上调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所以松肩最轴 手会自然向里 那么身体的中症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这次讲的 主要就是四肢 要配合的是身法 好 勾手路 走 好 走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好 走 好 别动 这是保持的比较好的 好 走 好 来 变化一下 转一下 再转 好 走 我们看 好 走 去哪儿呀 腿不动 但是我们先缩一下 先缩一下 它刚才肩的位置 那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不能够用它走 而是行与走 是吧 守住我们的身法 只是一个什么 守 的转换 就可以 人保持中症 不便 行与守 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能够守住身体的中症 不要用肩带 如果我们看一些别的视频 有一些 视野 晃动的 切记 它不是用肩裂出来的 不是用肩带 而是通过什么 腰 然后手的延续 落 再松胯 通过腰 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都是要守住身体的中症性 而不是通过用肩带 好 切 所以练拳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太极拳 讲外三合 那么第一个句话就是什么 肩与垮合 为什么肩与垮合 就是为了守住我们的身体中症 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肩带 用肩带垮 那么就导致了身体的扭曲 看似好像我们觉得做的差不多 其实差的非常多 这种转换 不管怎么样 左右 的这种转换 都是什么 通过 用胯 有胯的意思 肩随 来保持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中症感